學生滿哲打掃整理校園 8月31號是開學前的返校日 從停止到校上課加上暑假 學生有超過三個半月 沒有到校見到師長和同學 加大表示孩子都相當期待 回到學校上課 小朋友昨天在整理東西的時候 他們是說好像會有點緊張 所以很久沒有看到同學跟老師 可是其實他們也待在家裡很久了 然後就是也很期待看到學校的同學 所以有點畢緊張又興奮的那種感覺 31號是到國小返校日更新生訓練 午夜期間因疫情爆發 暫時停止到校改由視訊上課 雖然現在疫情漸緩 學校在反應上也不敢馬虎 所有教職員已全數師打過第一劑疫苗 也嚴格控管進出校園的所有人士 家長也安心的讓孩子上學 我覺得學校應該反應做得很好吧 所以 其實最主要是家長嘛 家長的反應應該要做得很好 所以蠻安心的讓孩子 安心啊 放心啊 因為我覺得應該這些學校都會做得比較好 我們學校現在包括安心人力全部有34位人員 每一個都已經打過第一劑疫 那如果說有家長跟來賓來呢 盡量不到校舍 不進校園 那我們所有的措施都是依照規定 那就是要確保學生在校園裡面的安全 校長也提到近期校園有部分工程師做 也要求施工人員必須施打過疫苗 或是提出快篩證明 才可以進到校園作業 保護學生在校園學習的安全 在原市新聞物據裡台東大午採訪報導